楼市红包雨挨了 你有买房的打算吗 你有买房的打算吗 降准靴子落地 LPR降息如约而至 最近楼市满风阵阵 这份在10月发布 由哈尔滨市住建局联合市自然规划局 市财政局等八部门制定的文件中 在为房企减负方面 提出了降低预售许可标准 加快预售资金返还 降低土地增值税预征率 支持房企促销活动 降低房企拿地成本等政策 在提升购房需求上 提出了对人才 新市民给予购房补贴 放宽二手房公基金贷款房零连线 和降低公寓居住成本等 据吉林省发贷委官网22日消息 近日 吉林省发贷委主任李国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要推动房地产市场运行再稳健一点 包括鼓励和引导各市县 开展购房补贴和贷款贴息工作 支持农民进程购房等 一居研究院发布的 31省份房地产行情报告显示 1至11月 飞龙江省商品房成交金额 同比下降18% 降幅仅低于云南 青海两地 商品房成交金价 同比下降10% 降幅位列第一 如广西桂林采取了消费券的补贴形式 对购买五城区新建商品房的购房者 给予成交合同额1%发放消费券补贴 可用于在本地商贸企业购买百货 家电车辆等商品 业内普遍认为 多的鼓励性政策的出台 为全国房地产市场调控释放了强烈信号 或将引导更多地方加快跟进 尤其对于云南 广西 良宁等房地产市场压力明显较大 或库存积压严重的地方而言 政策调整同量紧迫 要注意的是 有业内观点认为 购房股贴是短线行为 要想实现房地产市场长远健康发展 仍需重点关注人口 产业等基本面低改善